那裡面還可以做什麼事 例如說 我這個是一個空的 那我就再新增一個 多行 單行 多行 我們都講過了 還有單選 來 這個核取方塊 新增一個核取方塊 這個核取方塊 通常都會用在 例如說 興趣 裡面就開始填了 再加一個吉他好了 這個是多選的 就是你可以勾勾勾 全部都勾勾 甚至其他都勾起來 多選 多選題 再往下 下拉選單 這個下拉選單 會跟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很像 聯絡式也很像 但是我換一個方式 我會和你推進去 這麼多選擇 這個下拉選單 會在一起 這個下拉選單 是很像 是很像 在一起 那個下拉選單 很像 有個下拉選單 有些字都打不出來 糟糕 其他的有沒有 各位這個下拉 所以這個下拉選 你看這個地區 例如說這是居住地區 這個就可以讓你用下拉選 當然這個沒辦法在這裡選 等一下預覽就會看不到 例如說查看即時表單 可以下拉讓你選 而且只能選一個 跟剛剛我們那個radio button 是不是一樣 只能選一個嘛 一樣的嘛 差在哪裡 這個站的空間很大 這個站的空間很小 就是下拉的 有些人就喜歡不要佔那麼大的空間 有些人喜歡呢 全部選項都一次秀出來 那這個呢多選 或者加一個其他 那接著呢還有什麼 新增裡面 有一些有沒有 下次會繼續往下講 就是可以做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這邊我會講細一點 其他的呢各位 這個日期有沒有 日期可以做什麼 寄送時間有沒有 你希望寄送的時間啊 是不是可以讓他填 你會把這日期加進去 這個就可以讓他 你要加入年份 加入時間 包括上午下午 當然有時候寄送 不會用這麼精準 可是你要哪一天送 當然這個也可以加進去啊 這個加進去的優點就是 有時候 在家庭主婦在買的東西以後 不想讓老公知道 他就會趁老公上班的時間再送來 要不然 剛好他老公在哪兒時候送來 他老公就知道 他會花多少錢來 有什麼東西嗎 有啊各位知道嗎 這是真的 消費心理學裡面 會提到的啊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個運送時間 這個不要寫得太死 期望運送時間這樣比較好 那底下呢 例如說你這個還可以什麼 加減幾個小時以內 不然你等一下你寫 那麼幾點幾分 等一下沒有到 等一下 現在 因為現在 我們在台灣已經不是那個缺錢的時代 反而大家會注意這種 比較細的東西去 好 這是第一個 這種時間的 那其他的呢 區段這個可以做什麼 區段呢 就是如果你這個區段 上面這個區段 有沒有 假設上面這個區段 是一個 一個 居住的地點 我就可以在這邊 加一個 區段的標頭 阿設一個完成 接著呢 把這個 各位有發現嗎 這像一個標 那個 某一個區段的開始嘛 你可以按著把它往上拉 拉到最上面那邊 這邊開始 阿底下呢 這邊就是有關 再新增一個 把這個設成 對 很多特殊 跟地方 把這個圖 開門 真的嗎 好好好 沒關係啦 那個過期就算了 其他的我再寄給你 可以的就可以啦 不好意思 好好好 OK 謝謝拜拜 不好意思 我們把這一串講完好了 各位看我畫面一起 所以剛剛這個訂購資料 把它設完以後 你就可以在這上面 例如說這個在這個區塊 底下是有關訂購資料 那當然這個的應用還有非常多 為什麼呢 各位有發現嗎 這邊還會有什麼分頁符號有沒有 這就更細了 這個分頁符號還可以 各位有看過有一些表單比較複雜 我這邊只要下拉選單 選新北市的時候 還可以自動跳到哪裡去 跳到第二頁去 在這邊可以選 那當然這個什麼隨機 不是這一項 這一項裡面 根據答案有沒有 它可以跳到頁數 也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頁數 這邊有一個頁數 分頁符號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分成好多頁 它就會跳到第二頁、第三頁、第四頁 它這個就有點像是 人家講的視性化測驗 就是我現在填了 我勾了哪一個以後 點了哪一個 它自動跳到哪一個去 視性化測驗 好 那這個部分 我們下次再補充多一點 把這個部分全部都講完 會有一個製作一個 各位訂購單的 那當然我們可以再來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問卷調查 就是有兩種 我們都可以來做 來練習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